对抗中共渗透太平洋地区,新西兰的第一步是,新西兰外交部长彼得斯,徒佑表示新西兰政府将在明年向太平洋国家加派14名新外交官面对中共透过一带一路,在太平洋地区,日益增长的战略影响力。 新西兰外交部长彼得斯,徒佑表示新西兰政府将在明年向太平洋国家加派14名新外交官外媒认为这是西方国家应对中共扩张权力的新手段。 根据路透报道,彼得斯透过声明表示将在萨摩亚、东加、斐济、万纳度、巴布亚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吉里巴夫、美国夏威夷等国家加派外交人员,加派这些新职务是新西兰致力于太平洋地区的第一步将帮助地区更安全、繁荣并增强新西兰在地区的声量。 根据彼得斯办公室声明,这些工作将在今年年底全公告新职位预计将在2019年中上任彼得斯,也表示新西兰将向日本、美国、欧盟和中国派遣4名外交官以协调太平洋地区的政策除了新西兰美国、澳洲、法国和英国都将在太平洋岛国开设新的大使馆,并增加更多的工作人员, 并加强与岛国领导人接触,以对抗中共日益增长的影响力。